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是主播大雄 节目开始前做个简单的内容提要 一 亲俄媒体散布民主党高层密谋暗杀特朗普 二 哈里斯在一份最新全国民调中领先对手特朗普 三 德国和乌克兰外交部分别对传言 德国停止对乌援助必要 四 德国宣布基伦对乌军援清单 五 乌方称F-16战机已经投入使用 六 乌军包围库尔斯克格鲁什科沃周边上迁俄军警 七 和乌军方下令不接受杀福俄军投降就地消灭的谎言 八 印度总理莫迪即将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九 不包括俄境内库尔斯克战场上的俄军战损 乌军单日兼敌1330人 今天视频较长 请大家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阅读 监督媒体发布虚假信息的美国民间机构 新闻卫视8月1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数百个亲克里米林工的网站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虚假音频 并伪装成美国新闻媒体 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 声称民主党立谋暗杀美国前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8月初开始 一个由数十个模仿独立美国新闻网站组成的 散布虚假信息的网络 称民主党是特朗普7月遣遭暗杀的幕后黑手 此虚假信息网络的所有者为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 原佛州副营长杜根 他在佛罗里达被控敲诈勒索和窃听罪名后 潜逃到了俄罗斯 由杜根控制的亲俄网络 明一段据称是美国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 和一名民主党战略专家的私人谈话录音 其中一段音频魔法奥巴马的声音说 不叫特朗普将确保我们战胜任何共和党候选人 这个谎言被许多特朗普支持者疯狂的传播 美国政府警告外国势力不得试图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并誓言任何人这样做将为此付出代价 民主党从8月19日开始 连续四天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副总统哈里斯和明州州长布尔兹期间将正式接受提名 成为党内的正副总统候选人 拜登在8月19日晚的演讲中 除了热情赞扬哈里斯 还火力全开猛批特朗普 称特朗普是一个说谎者 一个失败者 一个被定罪的重刑犯 他说如果我们让一位检察官 而不是让一个被定罪的重罪犯入主白宫 犯罪率就会持续下降 一份由华盛顿邮报 美国广播公司与民调公司伊普索联合进行 与美国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的民调显示 假设只是哈里斯与特朗普对决 双方在全国民调的支持率分别为49%和45% 若包括独立参选人小罗伯特、坦尼迪 三人的支持率分别是47% 44%及5% 这项民调误差率为2.5个百分点 哈里斯的领先幅度稍微超过了误差范围 对哈里斯有利的是 民主党选民的满意度显入提高 比例从拜登时的20%增至现在60% 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民主党支持者积极投票 通常民主党支持者投票意愿不高 对候选人的热情支持 有助于提高投票率 我依然认为 哈里斯将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也是首位印度裔总统 就媒体传言 德国将停止队伍援助 我昨天做了简要点评 仍有一些人对我昨天视频所说的 德国绝不会停止队伍居援 将信将疑 个别人批评我下这样的结论太无乱了 说世界上没有绝不可能的事儿啊 今天我提供一个德国乌克兰政府的权威说法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塞巴斯蒂安贝舍尔8月18日 在国际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发文 有传言德国将停止对乌克兰支持 这是错误的信息 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并将一直支持乌克兰 这位发言人还说 自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以来 德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340亿欧元的援助 今年 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7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与此同时啊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 布奥西泰西表示 有关德国终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报道是不正确的 德国下一个年度的预算要到11月才能获得批准 届时才知道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程度 我看到国内知名文护网站 今天还在转发权威媒体文章 有权威专家解读德国为何停止对乌军援 我真的是罪了 如果有人坚决不相信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即德国是否原污 不由德国政府说了算 而是由我们的权威媒体和专家说了算 我只能表示尊重了 不敢多说半个字 幸亏泽连斯基不以简体中英网络的信息做决策参考 否则他天天吓尿了 前列腺和心脏早就废了 只有被迫放弃不知为何而战的抵抗 乖乖的投降 在许多国人特别是专家眼里 西方阵营国家全都极度贫困 不但普通民众饥寒交迫 民不聊生 而且政府常常因为没钱开支而被迫关门 我悄悄的告诉大家一组公开的数据 2023年德国GDP达到了4.62万亿美元 德国人口8500万 人均GDP达到了5.44万美元 相比而言 俄罗斯按官方汇率计算仅2.02万亿美元 若考虑俄罗斯严重的通货膨胀 俄罗斯央行7月底宣布的基础利率高达18% 目前俄罗斯卢布的黑市汇率仅官方一半 因此俄罗斯按市场真实汇率计算的GDP总额比2.02万亿美元要低得多 我列出上面这组冰冷的数字啊 只是告诉大家一个铁的事实 无论俄罗斯官员和青俄人士如何信心百倍 俄罗斯绝无可能赢得这场大规模的战争 相反 俄罗斯经济要被这场战争彻底的拖垮 在彻底输掉这场战争后 迎来俄罗斯的凤凰涅槃 俄乌战争这个最终的结局 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仿佛是为了打脸媒体炒作的德国 停止队伍军员谎言 并为我这两天的评论背书 德国政府官网8月19日早上 挂出了新一轮队伍军员的清单 这次还是沿用了之前的节奏 差不多每隔两周公布一批队伍军员的清单 新一批的军员清单中 包括一个昂贵的XT防空系统 1.5万发15毫米弹药 10艘无人艇 26架无人侦察机 6台高机动工程挖掘机 1辆带备件装甲救援车 5.5万个急救箱 700只MK556突击步枪 10只带弹药的精密阻击步枪 和50只ZR308步枪 以及用于处理爆炸物的备件和材料 我不相信各大门户网站和那些如雷贯耳的全员媒体不掌握这些真实的信息 只是他们全都假装没看见 照样自言自语 自说自话 乌克兰总统赞尔斯基8月19日 在乌克兰外国外交使团团长会议上 以军事外交复原力武器胜利为题发表演讲 呼吁西方盟友解除援武武器使用的限制 他透露 截至当天 乌军控制着超过125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和92个定居点 关于乌军控制区面积 确实存在较大的计算误差 主要是双方基础线各个方向频繁发生交战 实际控制线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他声称乌军进入俄罗斯境内作战 主要为实现两个目标 一是抓俘虏 即获得所谓的换汇基金 交换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扣押的乌克兰军人和平民 二是在乌俄边界建立安全缓容区 这正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借口之一 泽连斯基称如果合作伙伴取消了 被在俄罗斯领土上使用武器的所有现有的限制 那么乌克兰本来不需要实际进入库尔斯克地区 就能摧毁俄罗斯的军事潜力 更好的保护边境地区的乌克兰公民 他说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机场后勤和其他的军事设施的存在 使普京能够逃避 以和平方式结束这场战争 这对乌克兰国防军来说非常的不公平 他表示我们需要使用足够射程的武器 来保护乌克兰免受俄罗斯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的攻击 免受俄罗斯军队随意增援关键前线地区的压力 他呼吁西方合作伙伴 尽快就解除原污武器的限制做出决定 我觉得西方国家最终将被迫做出让步 但不是完全的取消使用限制 而是仅限于用来打击俄军机场 兵力和装备集结地等高价值军事目标 不得用来打击军民两用设施或民用基础设施 当地时间8月19日 乌克兰哈尔科夫作战战术部队发言人维塔利·萨兰采夫 在乌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 F-16战机已经在前线投入使用 表示哈尔科夫地区防空系统的加强 也让俄罗斯战机的飞行变得更加危险 由于安全原因 乌方没有透露F-16参战的细节 前几天乌方国防部官网暗示一架苏34 在库尔斯克地区被击落了 与F-16有关 赞连斯基也在演讲中暗示 乌军攻入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行动 之前没有跟西方盟友商量 同时也提到乌军攻入俄罗斯境内 就是要破除西方盟友对俄罗斯核威胁的恐惧 他说 几个月前世界上许多人 如果他们听说我们正在计划 像在库尔斯克地区那样的行动 他们会说这是不现实的 据称这是越过俄罗斯所有红线中最红的线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听说过 我们在这方面准备工作 他说 乌军成功地攻入了俄罗斯境内 而且迅速控制了大片安全缓冲区 除了在俄罗斯内部引发恐慌 并没有引发一些人担心的所谓战争升级 他说 被俄罗斯所谓红线的幼稚恐惧 主导了一些伙伴对战争的评估 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有力行动 让这个虚幻的概念彻底崩溃了 泽连斯基的零亚历史 确实令俄罗斯人和清俄人士恨之无骨 关键是乌军以实际行动给了他最大的底气 过去24小时 乌军继续在库尔斯克稳步推进 俄军迄今为止 没有收复之前乌军控制的任何一寸领土 过去24小时 乌军在库尔斯克朝着比尔格勒德的方向 在宽约7公里的战线上 向前推进了5至7公里 综合各方面资料 乌军在库尔斯克战场上 每天伤亡不超过100人 对比俄军 在乌冬战场上 每天平均伤亡超过1100人 但每天仅能占领 两平凡公里多的领土 俄乌双方的战略战术和战斗力 包下力判 有许多媒体称 乌军炸了塞姆河上的三座桥梁 包围了克雷涅沃700至2500名俄军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结合我昨天提供的库尔斯克地区一图 我认真查证了一下 乌军最近摧毁了三座桥梁 虽然在克雷涅沃西南面 但最近的一座被炸的桥梁 离克雷涅直舰距离足有10多公里 而且根本不影响克雷涅沃周边 俄军向北逃窜 乌军最近炸毁三座桥梁 应该是上途中三个黄色箭头 所指的位置 途中的绿线就是塞姆河 被包围的俄军是途中 红圈所在的区域 即格鲁什科沃 调特基诺周边区域 因为南边是乌克兰的领土 东边最近被乌军控制了 向北撤离的三座桥梁全部炸毁 红圈所在地的俄罗斯军警 全称为瓮中之边 人数在一千至两千人之间 过去24小时 乌军之所以没有发动强攻 据说是跟俄军进行谈判 要求俄军放弃抵抗投降 预料接下来 乌军会沿乌俄两国边境迁 向东西两个方向进攻 一是从上面战况图的EF处 向西推进 二是从字母A去处 朝东南方向推进 这就是乌方所说的 沿边境俄方一侧 建立安全缓冲区的说法 根本就是俄罗斯不发明的 乌坎只不过是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俄罗斯如果拒绝 从乌克兰领土上撤禁 预料乌军会持续的 沿两国边境线进攻 不断的延长 俄方一侧的缓冲区 从而不但令俄军首尾不能相顾 而且激发俄罗斯内部的强烈反弹 与俄方极力压制 库尔斯克地区相关信息不同 乌军开始加大 对库尔斯克地区战况的公开报道 荡制乌克兰总统斯莲斯基 下制乌克兰将军和普通士兵 在符合军事保密原则的前提下 开始大量的披露 库尔斯克地区的最新战况 主要是乌军抓俘虏的视频和图片 乌克兰陆军司令 哈佛柳克中将8月19日 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一个乌军的机械化旅 在坦克的支持下 攻占了一个俄方的定义点 他们俘虏了一群 看上去非常年轻的俄罗斯义务兵 哈佛柳克中将称 我们继续补充换汇基金 这将使我们能够尽快地 将我们的男孩和女孩 从囚禁中遣返 乌方现在把抓获的俄军战俘 称为换汇基金 意思是能用这些战俘 换回被俄罗斯扣押的乌方人员 自乌军8月6日 攻入俄罗斯境内以来 共抓获了超过2000名俄军俘虏 其中80%为俄军的义务兵 即加入军队中杜金的少爷兵 全体中文网络上盛传 俄第15海军陆战旅 攒获并悬挂了乌军投入后 乌军包围了该旅残佈 高层下令不接受该旅投降 而是就地消灭 一些人询问我的看法 这里我必须严肃的说 我没有看到乌军包围该旅的可靠信息 而且乌军高层绝对不会下达 不接受敌人投降就地消灭的命令 这样的命令涉嫌触犯战争罪 相反 我看到乌方军政高层 在严厉谴责俄军暴行的同时 一再表示乌军严格遵守国际法 绝对不会对俄军战俘进行报复 而是给予人道对待 一些人热衷于编发和传播这样的谎言 完全是被长期仇恨教育泯灭了人性 在乌冬前线 过去24小时 俄军继续发动猛烈的连级规模的人肉冲锋 乌方称在过去一天 前线发生了154次冲突 乌克兰守军继续坚决的击退敌人 在各个方向的进攻 交战最为激烈的仍然首推阿弗迪夫卡 西北面的伯克罗夫斯克方向 其次是恰西夫亚尔 托利斯克方向 库布扬斯克 莱曼和其他接触线上 也持续的发生战斗 在战场上激烈厮杀的同时 俄乌双方继续袭击对方城市 有价值动标 当地时间8月19日 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夫州 普罗列塔尔斯克地区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我昨天视频提到 该地一座大型的游库 受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 大火燃烧了一整天 俄方称袭击导致18人受伤 其中5人伤势严重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 于8月19日发布了一组照片 提醒公众切勿触碰图片中的银色金属球 因为它们会因任何触摸而爆炸 这些金属球是一枚俄军发射的KG-101导弹残骸 坠落在了基辅一个森林公园的现场 疑似该导弹携带的极树炸弹 不过匪夷所思的是 这些极树炸弹 砸进了公园里的大树和泥土里 却没有爆炸 俄军用这种威力巨大的极树炸弹 积极乌克兰首都基辅 可见俄方决策者多么丧心病狂 印度外交部8月19日证实 印度总理莫迪将访问乌克兰 这将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莫迪首次访问 莫迪在国际舞台上一贯长袖善武 左右逢源为印度谋取最大利益 俄乌战争爆发后 莫迪虽然保持与俄罗斯的亲密关系 但至少两次在公开会晤中 当面批评普京不该发动乌克兰战争 此前在国际场合 莫迪多次会晤泽连斯基 表示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成 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 近20年来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国家 受到西方阵营的重视 同时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领袖 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 就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印度近两年终止了大量 与俄罗斯签订的军购合同 转而大量的采购西方武器装备 并致力于武器装备国产化 俄乌战争爆发第908天 乌克兰总参部公布过去24小时内 不包括俄境内 库尔斯克战场上的俄军装备的人员损失 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战损 如下殲灭俄军1330名 累计俄军60.18万人被殲灭 俄军伤残与战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5辆坦克 26辆装甲车 52门火炮 一个火箭发射装置 一个防空设备 95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22个特种设备 击落了55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一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此到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官兵累计损失约14.3万人 其中死亡以重伤人数为1比1.5 俄军袭击还造成了约2.2万名乌克兰平民死亡 愿十万乌克兰平民受伤 让我们持续横写祷告 愿上帝赐下和平 止息战争 让恶人得报应 善良者受庇护